游戏潜水源代步中有数百种 而且每种鱼都是现实的当中存在 或者以前存在 但是现在已经灭绝了鱼 或许你会感兴趣一些鱼实际长什么样的 这视频就给大家看几次有趣的 首先是太平洋童眼鱼 这只鱼很容易被玩家忽略 实际上它的长相相当奇特 它有一个异化的头部 两个绿色的眼球像情景的操作舌 浮在这个脑子当中 然后是吞麦也叫巨口麦 和太平洋童眼鱼一样也是神海鱼 它的特点就和它名字一样 嘴巴比自己还大 在侵害区域我们就能遇到的 打鹰嘴远时期的长相 可能并不是很淘气 主要它们还是成绩绝对的出现 对严狗来说估计会产生暴击的效果 三级鱼叫炮弹鱼 这种鱼有追在核游鱼当中一样很凶很凶 是一种领地观非常强的鱼 特别在繁殖季节为了保护潮区的安全 它们会袭击任何这边的生活 包括材料 而且攻击速度非常快 长笔锯鱼长得特别像幻眼神 实际上它就长这样 很多部落还用它的锯子当瓦器 水中的电锯人 长笔锯鱼在不猎的时候也会用到它的锯子 它会聚匀猎物 更像是把猎物给打匀 不像巨大 学家达默沙 这只和实际输入比较大 因为中它还是比较好捕猎的 没有什么特殊的攻击模式 但是实际上这个玩意喜欢从猎物身上 不弯肉摇一口就跑 它长得也是特别的惊悚 非常吓得 海天使 海天使 海天使有趣在它实际的长相 会有一些是完全一样的 不仅长得一样 就连狐猎发射也是一样的 会持生出这些粗虚 制水母 制水母有很多种 但实际发光起来会更漂亮 而且于当中的这种雪色制水母 也是实际存在的 特别漂亮 非常漂亮 孔雀乌贼 这是一种深海的小乌贼 但是看起来却不像乌贼 他顿子还爱一些